當時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滿瞧不起直播的 其實直播都賣肉的 跟現在不一樣 現在直播要賣貨 才能賺錢 以前的直播的賣肉 大部分就是女生 漂漂亮亮畫的這樣子 然後擠來擠去 靠抖內 對 所以我又不是女生 我怎麼有辦法去跟人家抖什麼內 我抖給人家就不錯了 還是要直播人家抖給我 所以當時的平台就直接談了 沒關係 因為你是藝人 所以藝人身分 我們直接給你一筆費用 當然有粉絲抖內給你的話 不好意思 所有抖內的 不管是火箭 跑車 還是房子 通通就歸平台的 所以當時心裡想 應該也還好吧 那你就賺一次性的酬勞 不只 那時候是談包月的 誰知道 當時有點後悔 我抖內應該要拿的 因為那時候算一算 抖內的錢 比他給我的直播平台錢還多 你千萬不要這樣想 我以前也是這樣 我就眼紅你知道嗎 你當作我空的 沒有 你給我一集多少抽勞 可是抖內抖那麼多 後來我就 我不要你那個抽勞 我跟你抖內分潤 好 就開始了 結果那一集就抖不到內了 什麼意思 可是抖內的錢從哪裡來 沒有 越是你想要那樣做的時候 奇怪 你就拿不到 可是趙哥 我們是同一個直播平台 可是他們那時候跟我談的時候 他們 沒有 不好意思 我有兩個 在那時候有兩個平台找我 對,所以我是講其中一個 不好意思 我那時候不跟我談抖內 因為 我還要他抖什麼內 他就盡量刷嘛 大家盡量刷嘛 反正 也找不到死亡佔據 我跟你講 那時候 我都買了一棟房子 不好意思 不對 手頭切現金了 我把它賣了 不要這樣嘛 很誇張 我們這樣子會誤導觀眾 到底你們是拿多少錢 男人不敢幾百歲 都是死要面子